首先,仔细地想着自己未来十天内运气如何,然后随手抓一把牙签,不要太多,大约二、三十几根,每分八根为一组,一直分完看余数为几根,就是结果的灵动数。 除非到最后是八根就做八树,再根据这个树,看下面的结果,如果找不到牙签,也可以拿一张白纸,一支笔,地眼鸣神想着问题,然后随手划若干线条,睁开眼睛,每八条,八条的树,取栗树,再对照下面的结果,一火乱风云,凶,最为糟糕的运势,凡事皆难以解决, 十小心疾病和灾祸当然注意了,灾祸不会很大,二远天酬夜半凶,运势停滞,诸事补损,既不能急于求成,又不能半途而备。 三星云之上,即,所做的事大多能在十天内顺利进行,但是要防阴春风的意而破坏好运,四乱四五头半疾,生活混乱多变,内心迷惑彷徨,注意审慎处事, 十天内不能做大的决定,悟红侠晚照,即,运势游升见衰,注意此时,允许博首的态度,不要急于求成,六彩之东与板凶,此时不具备大发胆的条件,但是可以修养生喜,其剑入家境,即,运势游升入望,可以做一些大的计划,但还要注意事可而止。 方如日中天大吉,运势极为昌盛,百事顺心,好多事搬起来十分顺利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